这一家酒店每个月的宽大费都8000多 但是房间的网络还是卡得很 每天被客户投资够不清 老板让我过来挨个检查一遍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我随机来到那个房间 我用电脑连接上房间的WiFi 打准测架网数看看如何 但是测下来发现 只有10兆到20兆的网络 这样确实挺卡的 正好他们的AP是支持插网线的 我用电脑插网线测架数 看看能跑了多少兆 经过插网线测数 虽说网数快了一点 但是网数还是没有到50兆 我看了下这个AP的接稿速率 按理说应该能跑到100兆还对啊 于是我去这层楼的热电井 打算看一下网络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交往机 就是负责这一层20个房间的网络了 上面的每一条网线就代表每个房间 我用电脑插张交往机 试试网数如何吧 结果接上去一测 速度居然也是不到50兆 没理由啊 我看这个交往机是支持千兆的 怎么会连50兆都到不了 那我就要检查这蓝色的网线了 因为这蓝色线是这一层的网络源头 我用电脑接上蓝色线 让我想不到的是 经过测数就连这条主线 也就勉强50兆的网络 这么说的话 这层20个房间就共用这不到50兆的网络 这不卡才怪呢 他们说这蓝色线是直接通认机房的 我让他带我到机房看一看 我跟着师傅走了很长一段路 终于来到了他们机房 但是我进去一看的时候 我查我是不是进入地方了 我当时以为他们的机房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 300多个房间的网络 就靠这些设备支撑 我的天这怎么整 这么多桶线路 这么多条关态 网织连个标签都没有 就不明白着 分下一个过来维修的倒霉单吗 难怪他们说之前的师傅辞职不干了 这种情况换着是我 也要准备跑路啊 但是想想为了粉丝们的一个 小胡哦 所见的运程到底了 我大概看了一下设备 机柜里面总共有三个交换机 两个路由器 这外面还有个家用路由 也不知道它是负责哪个区域的网络 我先用电脑接上黑色路由器上 先看看它网数如何吧 当时我以为能随便跑个千兆 但是没想到撤起来 居然连百兆都不到 然后我再试了一下白色的企业路由 看看我就如何 这种企业路由虽然说写的是万口 但是它也可以当能论口使用 但接上去后 我电脑半天被网络 那这个口被设置成万口了 只能接到光猫上 无法接到电脑上 我只能顺着烂口的线 看看它把网络传出到哪里的 后面我发现 它是接到第一个交换机的五号口上的 我用电脑接上交换机 也是半天没有任何网络 我电脑是插到交换机三号口的 我打算看到三号灯亮不亮的时候 却意外的发现 网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糟糕 这交换机居然是百兆的 而且这个三号口还是坏的 于是我只能换一个口 电脑才能上网 我打算测下数 看看交换机有没有跑满百兆 这样我想不到的是 不但跑过满百兆 而且每次测出的结果都不太一样 有时候80兆 有时候50兆 就从来没有跑过百兆过 这么不稳定的网络 加上当时这三号口的坏 让我感觉 这个交换机可能存在重大毛病 为了排除这个交换机问题 我打算直接用电脑 插在路易器的认口上 看看网数到底是多少 但是问题来了 我不知道这个交换机上 接了多少个设备 我一旦拔了 他们肯定很多设备动网 但是我觉得 就拔一下测下数 再插回去 也就动网半分钟 应该影响不大 于是我就拔了线 直接插到我电脑上 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下更离谱了 居然才20多兆 我刚才接到百兆交换机上 都能跑个80兆呢 直接插在路易器上 网数反而更慢了 这就有点让我不太明白了 我还特意了看了一下 路易器是千兆接口啊 算了 先把它接回去吧 让我没想到的是 拔了容易 接回去就难了 我接回去后 路易器的烂口灯 干脆不亮了 大哥 别忘我啊 小胡我可是查都没干哦 我就日记来 单纯测下网数而已 没然后接回去就这样了 这下想不好路都难了 就仅仅断网几分钟 就有人打电话过来 问我怎么都断网了 当时我也慌了 我就直接给他换了一条网线 他又正常了过来 但是正常了几分钟后 他又灭了半分钟 感情这个路易器 自身就存在很大的故障了 我车着两个路易器 网数都均不达标 尤其是这个路易器 我就拔了一下 车个数而已 把它插回去后 没想到他就直接大功了 导致四处都有人喊断网 这是我想不到的 别提了 当时想跑路的心都有了 好在搭上了我一条网线 他又正常了过来 但是没想到的是 我开始整理这些光猫的时候 反转又来了 我不小心碰了下这个路易器 卧槽 坏了 卧槽 这什么情况 这 这算是我搞坏的吗 大伙也看见了 有录像为证 小胡我 可是啥都没干我 是他自己想的 不空我是 难怪之前的师父跑路 小胡我这下 也要真的跑路了 这网络哪是给人修的 正当我要跑路的时候 路由器 他又自己恢复正常了 好吧 这事就翻篇了 接着讲 我是怎么继续维修下去的 我当时很好奇 他们每个月八千多的宽带 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他们这几个光猫宽带费用 加在一起也没有八千多啊 直到我住一旁边这个路由器 他的万口的线是通到哪的 我一路顺的这条线 来到了这边 我猜 这是什么操作 这可是高级货 这种可是专门负责专线网络的设备 我问了一个电信朋友 这种专线 一百兆的要四千五一个月 就这样的网络 居然接到这个路由器上 这也太浪费了吧 这个路由器上面的两个线通到哪的呢 我目前也不知道 先不管了 至于他们网络卡顿如何解决 我还是先搞清楚 机会这些线是干嘛的吧 要是用传统通法找线的话 他是要找到几天才能把线里提 别忘了 小胡我可是实战型选手 不过在我旅之前 大会觉得 旅行这些线路难度分多少 一到十分 大会这里打下分 好了 先从白色路由器开始 他这些腕口都是接这些光猫宽带的 然后他的腕口是把网络传到第一个交换机上的 我这里用电脑插上去 打算获取下这白色路由器的后台地址是多少 步骤是 电脑走下角右键 选择运行 速度CMD 然后就出现了这个界面 然后速度MPF这命令 这里就会出现这个白色的路由器后台地址 我们给他记下来 至于这个交换机上面剩的线是干嘛的 我们先放在一边 然后就到这黑色路由器了 他这两个腕口也是分别接两条光猫的 然后这个腕口把网络传到第二个交换机上的 我用同样的方法 获取到了这黑色路由器的后台地址 我这里也把这个地址给记下来 至于第二个交换机上面剩余的线是干嘛的 我目前也是不知道的 但是大伙记得一点 唯独这个交换机上面的线都是蓝色的 这个就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了 大伙还记得上一期吗 路电井的主线也是蓝色的 这个细节要记得 到了第三个交换机 上面的线我就真的凌乱了 我还真的找不到这线哪根啊 那我就直接用电脑插上去 一样用刚才的方法查询一下他的IP 看看是哪个路由器给他提供的网络 我这里查询到了 他的网关是白色路由器的 那我就知道了 第三个交换机和第一个交换机是连在一起的 第二个交换机是由这个黑色路由器独立负责的 好了 重头戏来了 现在就看我怎么快速旅行 这三个交换机上面的全部的线吧 我目前处于四楼 我于是从五楼的中间进开始吧 通过一看网线的颜色 这些灰色线大概率都是这一层每个房间的了 那这蓝色线应该是同样机房的 我现在给大伙验证一下 我猜的对不对 我把蓝色线给拔了 插在我电脑上 大伙看到没有 它是可以上网的 这条线被我拔了 那这一层20个房间的网络就全部断了 我把蓝色线插回去 然后查看一下后台IP地址对比一下网关 我看下这层它是由哪个路由器提供的网络 这个过程大伙可以理解成DNA对比吧 我查询的结果是 黑色路由器的网关 网线颜色对得上 IP对得上 那这时候我就确定 这蓝色线是插在机房的第二个交换机箱的 我用同样的方法 一路四了 七楼 八楼 九楼 一路到十八楼 都是蓝色线 都是显示这个黑色路由器的后台 那这二百八十个房间的线路 一下子就被我摸清楚了 那就是这个黑色路由器 把网络传到了第二个交换机 然后再由这些蓝色线 把网络传出到 五到十八楼的热电井 热电井里面的交换机 再把网络传出到各个房间 这下不得了了 感情这二百八十个房间的网络 全部靠这两个设备承担 这样不卡包才怪呢 那这些蓝色的网线 连个标签都没有 我又是怎么搞清楚 它是通常几楼的呢 这个就简单多了 我对着交换机的灯 拍一张照片 然后我再去五楼 把这蓝色的主线给拔了 回来再拿照片对比 看见哪个灯灭了 哪条就是五楼的线了 怎么样 简单吧 到时候再给它打个标签就行了 搞清楚线路后 我输入IP 进入了这个黑色路由器后台 情况果然和我强的一样 待会看见 物理连接设备有二百多个 还有这个CPU使用率 居然高达百分之九十九 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大伙看过这期应该知道 当时这个路由器 不管接什么网络进来 怎么测都是死照的网络 就是它当时接入的设备太多了 导致路由器的性能大幅度下降 所以这就解释了 这个千兆路由器 我上一期怎么测 都跑不满百兆的原因 当时解决的方法是重启 但是这种情况我还真的不敢重启 我怕重启了 它就再也开不了机了 那这个锅我就真的得背了 好了 五楼以上的线路和网络卡顿问题 我已经知道原因了 接下来就要搞清楚 这两个交换机的线路了 大伙是不是很好奇 我为什么从五楼开始 说来也外打正着 因为上一期白色路由器罢工的时候 一到四楼都有人喊断网 我就在当时 一下子就明白他们的线路了 这个交换机都是灰色线 那很大概率 它和其他热电井一样 是代表这一层每个房间的 因为这个机房就在四楼 剩下这个交换机嘛 五楼以上的全部已经被我排除了 四楼的也大概确定了 那都不用拆了 它是负责一到三楼的网络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进这个白色路由器后台 看看它卡的原因吧 有意思的是 我输入了后台地址 它直接拒绝我访问 看来这个路由器增加了端口号 我通过了其他手段 查询到了它的端口号 然后我要在地址后面 增加它的端口号才能进去 虽说进了后台 但是面对这密码拦着 我确实没有任何办法绕开它 我也试了下它的坑收口 可能是设备老旧的原因 我接上去 认识没有任何反应 我又尝试通过后面的VGA口 重置它密码试一试 可能是年代久远的缘故 屏幕显示一片空白 这个时候我只能通过MAC扫描方法 也可以知道 这白色路由器 到底负责了多少个设备 虽说不太准确 但是也能知道个大概 就这样 少了是50个设备出来 倒也符合我的推算 因为一到三楼是接待台 来酒席酒桌的地方 一般没有什么设备连接 只有四楼会多一点 好了 线路就这样 大概全部搞清楚了 接下来就正式解决了 我拿一台企业路由器 设置上网后 就开始把第二个交换机的大部分线 插到了新的企业路由器上 这么做 只是分担这个黑色路由器的工作量而已 接上去后 我再看下这黑色路由器的后台CPU 相比之前 明显降了很多 新的路由器也显示有100多个设备接触 相当于分担了它大半量的工作 网速肯定你之前明显好很多了 我在撤下网速 之前只能撤到几十道 现在撤的话 都能跑到300多兆了 不过这只是临时的缓解 我已经给了这个酒店做了整改方案 因为越是杂乱的线路 越有看头嘛 我就知道你们耗着口 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 当那短短几个小时让我涨粉十万的时候 我一度想把这个作品给删了 都没有想过出续剧 天天海南疫情的原因 我们风控了好长段时间 我手里又没了素材 为了保持不断根 所以才做了酒店的续剧 让我们想到了是第二集 更是火上了直接上热门那种 于是更多小伙伴们都在吹工 我第三期小胡我 啾啾响了好几个晚上 该不该出呢 因为我实在不想公布一些 比较大规模的网络维修案例出来 当然这种网络对我来说还不算大 我说的大指的是酒店 毕竟人家可是有300多个房间的酒店 因为去年维修毛酒庄的网络视频 就让小胡我吃了闷亏 当时那酒庄的网络也是乱的一塌糊涂 十几个二级六位戏串起来还不错 最赖之处就是 他们居然用两个路由器 通过中级模式来传入监控 也不知道是哪个人才想摔的 当时让我找线都一度怀疑人生 后面为这视频大火 给我带来了一些麻烦 直到那时候我才明白过来 稍微维修一些大型的网络 如果你拍成视频的话 可能会给我带来一定的麻烦 所以到一定规模的网络 小胡我就不会去拍了 在那之后 拍摄的视频也格外的注意 比如视频里面不能出现人脸 也不能出现人家公司的名字 或者显著的特征 所以之后我的视频 只能定义在一些 中小型或者是家庭网络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限制 就有一群同行 看我维修这些中小型企业的网络 没什么技术含量 流量却出级的好 心里肯定有点不平衡 不是过来对我嘲讽 就是却有越感 很多时候 要不是小胡我为了拍视频 我能直接给他修好了 我一路跟随师傅 大大小小 经历了上百个项目级的维修案例 什么样的奇葩故障没有见过 真的把公司的项目搬进来拍 我还真的怕他们不和我玩了 不管多复杂的网络规划 还是设备调试 就算是我搞不定 不代表公司那些 有华为 有失科证书的同事不会吧 但是这些专业性十足的视频 拍出来又如何 这是我的个人能力吗 而是公司的能力罢了 我没必要拿出来先摆 算了 扯得有点远了 接待说酒店那边吧 你们看到这边的机柜线 还是这么乱的时候 很显然 我的方案没有通过 因为不单单是机房需要整改 其他的网络更是乱得一塌糊涂 所以我的方案注定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算 不过人家一开始也没打算整改下去 总之能用就好 不然这样的网络环境也不会差成这样了 他们之所以想修好网络 那是因为异形隔离原因 客户都无法出门 只能待在房间里面 那房间有WiFi 却不好用 肯定不行了 投诉就对了 于是就找到了我这个倒霉蛋 我当时过来才发现 那个老板除了在宽带上面舍得花钱外 其他的可以说一概不懂 就觉得我过来随便调试一下 给个几百块钱 就可以把网络也搞好了 当时我听了 我的脸都拧成古怪样了 这哪是随便能调试就能解决过来的 这也太看得起我了吧 后面是好说呆说 他们才勉强增加了台路线 但他们整体的网络卡顿 并不单单是路线 带不动这么简单 但核心交换机都是用百招都不说 就连网口还有坏的 更别说其他地方了 由于后面的整改 我没有选择继续拍摄 我这里就简单说一下后续 他们有很多个房间的面板 过于老旧不说 我还发现 他们一旦有一个坏了 有一定概率 让整层的网络不好 别问我是怎么发现的 全靠新建了 还有这个黑色路线 他之前足足负责了280个房间的网络 这导致他的CPU使用率高达99% 我临时增加了一台设备 分担了下网络 他的CPU使用率马上就降到了560% 到后面我又增加了一台路线 继续分担 黑色路线的CPU直接降到了3% 到6%左右 这样的话 网络的环境不知道比之前好了多倍 至于这白色路线 原来我是不知道密码的 我开始通过VGA口重置密码时 发现是黑屏的 我当时还有一大坏 其实它没有坏 后面我回去看评论器才知道 它还需要敲一下键盘 它才显示画面出来 我一时回去敲了下键盘 画面果然出现了 我给它收入了恢复密码的指令 恢复密码后 我就进入了它后台 我看到有四五十个设备在连接 果然和我之前用完认扫描的一样 但是我看到这CPU的温度 就远点不正常了 想必是它上次风扇坏的缘故 这个路由器我没有动它任何线路 因为我发现还有一台服务器是连接在上面的 所以等到它哪天彻底坏了 看一下哪个倒霉蛋的同行过去应付 还有你们关心的这个家庭路由器 它上面两条线是干嘛的 有一条是我在19楼的认定箱 通过IP对比的方法发现的 另一条我也是用了同样的方法 在三楼的会议厅找到的 由于上期的视频太长了 所以我就把这个片段给删减了 经过这么简单修改 网络的环境已经大幅度的优化很多了 以他们能用最好的原则 不出意外的话 三五年内 他们想必应该是不会再找我了 好了 这期网络系列就到此结束了